鮑魚骨 當我們煮中菜時 會常常用上湯高湯 這些材料 普遍我們家裡不會有 通常只會用到美蒸雞湯 今集想分享一下 在家裡怎樣做出來 首先我們會有兩塊鮑魚骨 鮑魚骨不是鮑魚 是豬肉當中 然後有兩個雞殼 薑華火腿骨一條 可以叫店員幫我們斬開 然後一個的露水鵝頭 連上頸 食材全部都要出水 所以一條蔥,一大塊薑 連上皮,洗乾淨後 切開,拍鬆備用 露水鵝頭 我們將它斬開三個 雞殼洗乾淨後 將它一開二 都是一樣,放在馬面備用 然後煮灌一鍋 然後煮灌一鍋 我們下薑和蔥 當它滾的時候 我們將雞殼放進去 然後放在滷水鵝頭 然後放在滷水鵝頭 然後放在滷水 然後用同一鍋水 將金華火腿骨 兩個鮑魚骨 放進去出水 這個比較久了 我們要放在滷水鵝頭 25至30分鐘 這個時候 可以將滷水鵝頭和雞殼 用凍水 將它沖凍 然後殘留在表面的雜質 都擦走 沖乾淨後 30分鐘後 就可以將鮑魚骨和金華火腿骨 拿出來 一樣 我們將這些材料 沖凍水 然後將殘餘的表面雜質 沖走 金華火腿骨 即是骨的骨 骨的骨 骨 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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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就可以熬湯 將所有材料 放入一個高身鍋 然後添水 添到大約蓋住所有食物 然後就可以用中火 將整鍋滾 當煮煙開始想滾 大家要收回小火 我們盡量不想讓鍋滾 煮煙 過程可以放一蓋 花雕酒 和一粒冰糖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四塊冬菇 浸完後 去蒸 放進去 我們保持這個溫度 大約是80至90度之間 將整鍋不蓋蓋的情況下 熬12個小時 由於燜冬菇不需要太久 一、兩小時後 它淋完後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你可以吃它 或者留起它 做下一道菜 然後12小時後 將所有材料拿出來 你可以看到 湯色已經不同了 由12小時前的深色 12小時後 就開始變成金黃色 這就是我們理想的效果 然後用一個密的篩 將所有的湯 倒進去 把湯汁和雜質都搭一搭 基本上我們的上湯 就已經完成了 你看這個湯多漂亮 但是這樣 這一步還是完成的 我們再用一個密的篩 更加密的篩 將它的表面再撇一撇 然後將多餘的油 塗走 這個高湯就已經完成了 用途很多 例如是炆粉絲煲 龍蝦煲 或者炆鮑魚 這些絕對適用 用剩下可以將它放在冰格 用的時候融雪就可以了 好了 今集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拜拜